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要来跟各位介绍第六科星的这个成就任务啦 我相信应该有不少观众没有在打绿水灵吧 也因此对于里面的机制不太了解 但是各位别担心 这个成就非常简单啦 打不过没伤害也不要紧 成就解完之后直接退出就好 不需要打死绿水灵 怎么样很心动了吧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吧 那如果还没解前置的人 他的前置在白色灯泡里210等的任务 然后他会问你会不会喜欢吃绿水灵料理 如果你回答是 他们就跑了 所以请回答不是才能继续 剩下的都回答是就好 那如果对剧情有兴趣的人 可以慢慢看 我这边就先跳过了 好的 那前置的部分全部都是对话 没什么难度 那我就直接实战玩给大家看吧 我们选择普通就好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他开场之后 我们就是先裹招就对了 不要跟王站在同一个平台 绿水灵的大跳跃跟斑斑的阵地很像 被震到就是100%上 比较不同的是绿水灵的阵地 他只会震他那一个平台 所以其他平台都是安全的 如果你跟他站在相同平台 也不用担心 在他震下来之前跳起来 也是可以躲过 图中会出现这种绿色瞄准线 要记得躲开喔 如果发射的时候你没有躲开 他会持续的攻击你 而且不会套用冷却时间 而且还会晕你啊 很容易直接被打到往生啊 接着我们就等地图机制触发吧 OK 我们看到地图中出现的这些石头 那此时我们等待绿水灵地图的特殊能量集满 他不用真的满喔 大概80%就好 这个图式会从灰色变成绿色 那就是填充完毕 然后我们站在石头上 按NPC对话 会出现这个特效 这时候会召唤我方的小绿水灵出来帮忙 会需要你按上或下 如果你按了上 那小绿水灵就会从上往下打 反之你按了下 那小绿水灵就会从下往上打 发射出来的能量打到岩石后 岩石会被弹出去就像撞球一样 不过如果你是按下的话 岩石是会有一个抛入线的 只要岩石打到四扇门中的其中一扇 诶 成就加一 怎么样 很简单吧 所以你只要把十颗岩石打在门上就完成咯 另外每一扇门打到三颗之后 它就不能再填充了 所以如果已经三颗了 就换别扇门吧 我个人会推荐打上面两扇门 它会很好挡 其中这些位置选择的好 都可以顺利用到门上 那上面两扇门挡好之后 可以选择退出重刷 反正现在打完没有冷却时间了 可以出去后马上进来 就这样重复挡门 打中十颗 成就就结完了 怎么样很简单吧 还没结这个成就的 该出发咯 那这次的影片单纯介绍成就怎么结 所以如何打王跟后续机制 我就不特别介绍了 那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看看我的黑历史啊 未来有机会的话 会再重新制作一支 比较完整的介绍影片 就请大家多多期待啦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